我叫百娘小薇,一名幸存者 这是我来到快乐101的第一天 一位名叫瑞秋的漂亮女孩接待了我 然后她引导我去商会拿到了第一笔救助资金 之后又带我见到了市长 为此我得到了一块荒地的使用权 确实啊,因为幸存者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没有办法,家园只能自己动手去建造了 其实这已经让我很满足了 不过在离开营地前往开发区之前 我总感觉有那么一丝的不安 于是我用身上仅有的钱购买了一把武器 总算是找到了一点安全感 到达开发区已经是深夜了 天空还在下着雨 漆黑的环境夹杂着冰冷的雨水 让我感觉惶恐不安 远处传来的呼救声引起了我的注意 原来前往开发区给我运送物资的人员 遭遇到了感染者的袭击 我快速地打开弹药箱放置在地上 补充好弹药做好了战斗准备 我一路往前搜寻 中途果然遭遇到了感染者的袭击 如果没有手里的这把UVI 或许我早已命放当场了 来到一个汽油桶面前 我把身上的仅剩的四个浆果 放在上面烤制成了果酱 补充了一下消耗的体能 然后我快速地奔向电台 向营地发出了求救信号 哦 见鬼 救援分队要两天才能抵达 这段时间我该如何生存下去 开发区里到处都是散落的建筑材料和图纸 凭借之前阿列克谢大叔教会我的生存技能 我开始尝试着建造房子 来抵御感染者的袭击 建材加工台里 详细记录了一些基础设施需要的材料 我选择了先把门框和门建造起来 防止自己被困在里面 当我建造完楼梯 准备再建造一个二楼的时候 才发现物资已经空空如也了 不过庆幸的是 救援空头落了下来 但同时大批的感染者 也将对这里发起攻击 时间很紧迫 我究竟还能不能活下来呢 敬请期待下期更精彩